陈家沟啊 来了个吃房子的怪物 再没多久 这个村子 就要给它吃得干干净净了 只要你帮忙毁了铁怪物 你就是陈家沟的大英雄 到时候你要学权 那岂不是易如反掌 这么简单 之后陆禅决定 只身毁掉铁皮怪物 但当他乔装打扮潜入禁区后 竟发现这里竟有外国壮汉把守 并且因为双方实力悬殊 陆禅很快便被壮汉打倒在地 危急时刻 幸好陈师傅的女儿孕阳及时出现 紧接着两人趁机除掉壮汉后 又一通合作毁掉了这个铁皮怪物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怪物爆炸的一瞬间 当初方子敬深爱的杨幽也在其中被炸死 而方子敬见状更是怒火中烧 随后方子敬为了报复陈家沟 当即率领打批冠冰赶到 但不了陈家沟的村民早有防备 之后他们在陈师傅的率领下 先是放出大量浓烟御敌 接着又将食物当成武器还击 这使得现场顿时乱作了一团 官兵剑撞也急忙开枪还击 下一秒直听枪声四起 使得周围的百姓全都四散而逃 而一旁的玉娘见百姓死伤惨重 也赶忙想要劝阻方子敬停手 但此时的方子敬早已走火入魔 所以根本听不进去 甚至还下令让官兵捉拿面前的玉娘 于是玉娘只好施展太极反抗 而身后的陆禅也及时上前帮忙 就这样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但下一秒对方的统领见识不妙 随即便要偷放冷枪 转瞬间眼看子弹朝着玉娘飞去 这时幸好陆禅及时挺身而出 这才帮玉娘挡了下来 但一旁的官兵又随即准备开枪还击 危急时刻 怀有爵士武功的陈师傅终于忍无可人 只能选择了出手抵抗 眼看他先是用玉米挡住了所有的子弹 然后再趁着官兵更换子弹之际 瞬间夺走了他们的长枪 最后陈师傅利用手里的长枪 是斩起了八卦阵法 只见他心如流水的出招 没过多久就将官兵全部打怕 而如今的战场上 也只剩下了方子静一人 随后陈师傅纵身一跃 当即就出现在了方子静的面前 不是 不是我想离开的枪啊 就这样陈家沟夺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事后陆禅作为至关重要的功臣 结果却被五花大绑了起来 原来因为身为外星的陆禅偷学陈家权 所以按规矩应该挑断手脚筋 但由于陆禅曾经对陈家沟有功 所以便决定只挑断他的手筋 可奈何陆禅的三花巨顶已经到了晚期 所以倘若非要挑断手筋 就等于知陆禅于死地 而眼下也只有让玉娘嫁陆禅为妻 这样一来就能让陆禅成为陈家人 也才能帮她躲过一劫 但此时的玉娘显然有些犹豫 可之后当她想到两人曾经的过往 还有陆禅当初的一身相救 最后使得玉娘还是下定了决心 关着 我招待机让她弄坠 她姓了陈自然不是外人 就无所谓偷不偷劝了 爹 你有意见吗 你一下爱干啥干啥 我哪管得了你 然而就在两人大婚当天 一袭红衣的玉娘刚刚被抬入花郊 却不想村外就又有人前来脑事 陈家沟今日有喜 掌门有令 外人一律免进 抱歉 抱歉 如果非要进呢 这位老兄 听我说一句 来陈家公脑事 你可是找错地方了 秦伯 你仔细瞅瞅 我像脑事的吗